另外呢 昨天的市场之上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 那就是万科的H股负牌交易 A股还是继续停牌的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万科的争夺战将会再次打响 不过呢 万科H股昨天开盘就大幅下错了11.35% 截至收盘万科H跌去9.17% 报在20.8港元 有分析指出万科H股率先负牌主要原因是港交所认为 万科并没有影响股价的实际信息需要披露 万科在公告中表示 咨询香港地区及内地监管机构后 公司向港交所提出申请 开始恢复H股的买卖 与此同时 有关潜在重大资产重组人位落定 经公司申请 A股继续在深交所维持停牌 首先我觉得A重组方面最主要还是在A股方面 所以我觉得港交所是批准它 股盘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就是说股权的争议现在还是在A股方面 所以我觉得A股方面的关系不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股价发电应该也是因为 这个越潮越潮越过另外A股方面 它如果重组的话可能会增发 那么那么股票的供应应该是上涨 也是鼓励保能去收购万科的 所以最后我觉得股价是有很难的机会是回落的 也有评论认为万科复牌H股是为了砸盘 影响之后复牌的A股走势 触发保能系平仓红线 股价如果能够低一些的话 对重组协议各方面来讲是比较容易谈 甚至是对前期参与股权争夺战的一些 所谓投资者来讲产生一个非常不利的效果 某程度上来讲可以赶走一些管理权 不想见到一个投资者的局面 这个的确是有这种效果 但是我觉得要用这种效果来达成这种 所谓的一个计划的话 这个始终是智商元气的一种做法 因为始终股价下挫的话 对整个所谓投资者来讲也不会是一个好事情